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馬蜜早晨的環節 世雲在跟大家說說頭場的早餐賽事 應該怎樣排序 究竟邊線馬是哪些或是哪些是比較不用看的 在這裡跟大家說 記得1點鐘開跑 C加三的草地賽事只有四場 而且是一場直路賽 所以就不會壓地 另外剩下的六場有兩場都放在前面 明天都可以做馬蜜早晨給大家看 亦都是一個泥地的賽事 大家也要注意泥地的變化有時很大 極到你前領或極到你後上 周時會發生 要留意一下場地形勢 才會把你手上的排序再改變 但大底上你都要因應馬的實力去排序 在馬蜜早晨便會跟大家說 未講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有一個四星龍珠 如果未訂閱可以按下去開啟鈴鐺 有其他這些賽馬節目 伴隨著堅仔賽馬APP 亦都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慢慢把馬開始排序 第一隻我擺第一選不是倍增勝數 而是波仔 剛才跟他做節目錄了堅仔的仙器 我第一選會選這隻電訊飛彈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跑三甲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贏這個泥地千二 而且大家留意一下 贏的騎士就是加里 他贏的馬又說是倍增勝數 那些對手就算他在草地入三甲 甚至在五班泥地 其實他都是屬於很有競爭力的騎士 薛恩走了 找不到用加里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而且薛恩 你見到以前 轉了倉在五班之後 一再在荒仔幫他贏到馬 而且這隻馬 我估計 根本就不應該是四五班升降機那麼少 所以他放在五班 他是有點超 也解釋了為什麼 潘頓以前幫葉楚行騎的時候 他都可以差點贏馬 自從在泥地找到出路的時候 你會見到的 都很準的 10萬泥也好 或者正常泥地也好 泥地夜賽也好 他都一再可以走入三甲 所以用薛恩 雖然比加里少少 但這場的對手相對上沒那麼強 都容易走入三甲 另外一隻 第二選選了顏色王子 顏色王子 當然要給他一些顏色 給他一個黃色 在心心這個位置 大家下載堅仔賽馬APP就可以了 然後用手指 把它撥過來 買第二選的原因是 因為這隻馬 其實你看看 上一次十月二十六號 找中逆禮在四班 輸給火轉和為你鍾情 大家知不知道 為何火轉 贏完鼻之後 再出可以贏這麼遠 這隻 大家看到 在我頭頂這裡 就看到他贏這個火轉 但是火轉再出 贏個鼻而已 是否可以 潘頓都不要 結果 大家贏得很容易 在十萬泥 就前幾天 贏三個幾馬位 贏紫雲兵 紫雲兵 大家知不知道這隻馬 一再走入三甲 而且是打踏連節之後的事 即是說 這組是超強組 超強組 贏三個馬位 贏他的鼻 即是輸鼻的那隻 就是為你鍾情 我說這場沒有為你鍾情 怎麼搞 不要緊 沒有為你鍾情 有顏色王子 大家一按進去 就會見到 雙弱跑法之下 火轉和為你鍾情 兩隻已經彈掉了 後面四個幾馬位 就是顏色王子 但顏色王子 都沒有斷 他依然拋掉了 紅海復星 瘋狂勁路 當家信心等等 都是掉了整個馬位 所以這隻馬 根本也是那句 也是有實力的 你說 偉達這些馬 可以不可以 就是之前 有中逸禮減榜 這次要背重榜 如果跑四班 對著火轉為你鍾情 那麼強 可以走入三甲 其實五班應該很容易贏 即是我也不敢說 五班的電訊飛彈厲害 還是顏色王子 本身的實力高一點 即是照計算 你拿電訊飛彈去跑前一場 中逸禮減10磅 應該都沒有辦法 能夠埋到火轉 和韋利鍾情申 最多都是最近 那個近 可能甚至沒有顏色王子 那麼好 所以換了潘頓 騎攻不會差很遠 比起鍾液禮當然好一點 但是下班 要什麼重榜的話 其實這場 又可以考慮 我覺得屬於有能力贏的馬 至於第三選 當然是鬼上身那隻 鍾液禮騎過顏色王子不行 或者牌仔哪有得選 當然是潘頓拿來做劇 對 我當然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鑽色奧牆這隻馬 上一次贏完128磅 這次更輕一點 見習生 有時犯錯難免 如果不是不用給10磅 如果有潘頓 或者不用 不用潘頓 有楊明倫 有何宅堯 有梁家駿 有梁家駿的新手 你給10磅 潘頓也不夠他玩 就是那個問題 技術沒有那麼好 大家要記得 但有些買二騎 例如鑽色奧牆這一種 就值得了 上次他贏到玉城精彩 配偵勝數 的確 我再貼的時候 玉城精彩剛剛才在昨晚 輸給創福威 和贏到白板 其實他已經留得給我想像中後 所以 這一場1200米 是屬於有水準的賽事 大家都要設計 就算這個盡著士 他跑完第五之後 再出都贏了馬 贏了頸是不出色 不過都叫贏 即是說他在他前面的站馬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甚至乎沒有計算贏那隻 這次贏那隻 還可以一小三磅 你就當中日禮奇功沒那麼好 事實來的 不用想了 他一定比周俊樂 但是他負少三磅 加上這些四歲馬 他有一點點進步 給多個月時間去 他也有機會贏 即是不要想著大師傅 顏色王子 電信飛彈 是很好處 轉星奧場 肯放他四檔 用什麼容易放出來 當然 要得他 都要配偵勝數 上次外檔外疊 就兜了大圈 希偉心這次拿好位 隻馬操練的程序 雙隔的日子 36日 其實就跟前面 隻轉星奧場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出自同場 前面那隻 小三磅 趙計都繼續贏不到 因為大半馬位 畢竟都不是那麼容易 追得過 就算 中逸禮的騎工 沒那麼好 照計都不會差整個馬位那麼遠 所以擺了他 做這個第四選 好了 講完這條前四選之後 我們首先去一去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究竟這一場賽事 第一隻的邊線馬 是哪隻 就是金剛石 金剛石這隻馬 為什麼要轉藍色 轉為第五選呢 我們一會再講 金剛石這隻比較年長的馬 大家如果有印象 其實在他上季尾這場再贏之前 他都有另一場頭馬 在這場頭馬 泥地 所以才要留意 在這場頭馬裡面 你見到好攻勢 標指智慧 他們不是很厲害的馬 但當時 蔡明朝當然是靠過115磅 輕磅去贏 但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他是輸給極爽 在月球 月球升班都贏得到 電訊飛彈都同場 即是大體上 他的能力 和電訊飛彈 不相差很遠 當然是說115磅的距 而今次 即是他和電訊飛彈的負磅 這裏差他8磅 123和115磅 今次他是127磅 你會見到電訊飛彈133 都是差6、7磅 所以他理論上的實力 都是略差過電訊飛彈一些 所以 我為何擺他做邊線 就是這個原因 有蘇兆輝去騎 當然會好些 騎工怎麼可以和蔡明朝比 但上場 快步速跟斷 輸五個馬位 大家都不要太過上心 為甚麼 因為影侄和樂天派 賺了快步速衝上來 反而這個潮州大興 他就是屬於快步速不斷的馬 所以再出便保重 有時賺完可以再賺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 另外就是 這隻馬金剛石之後 我們再選了一隻美麗新星 為甚麼選美麗新星呢 其實它的原因都很簡單 如果大家有看到 文家良這隻馬 十四比零 好像沒有東西看 跑十四次都沒有三甲 我們放在中間 它會自動點藍色 但是這隻馬 是下班 這隻馬是下班 沒有用的 如果輸二個馬位 下班就下班 就下班 就像之前上季 你下班也沒有用的 我不信 四班輸二個馬位 一下班就即贏 沒有可能 大家都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你先看了 我們再看 再遠古一點的時候 其實它在三班追下去 不是電信飛彈 這隻叫極速飛彈 當時在蔡宇漢那隻馬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差 我只能夠說 這些馬 可能是草地 或者是中距離 它不是那麼擅長 它不是那麼擅長 所以你看到 千四米三班 它只是追得近 步速很正常 八秒一沒有快沒有慢 不過這件事是沿途搜好位 即是正常的馬 所以 你會見到 在上季尾 這場拖晚線 我在這裡旁邊 你會見到 它試的泥地 是有這麼多走勢的 亦都證明了 它或者泥地會比較好 因為這次泥地試集 都沒有東西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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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會見到 它的分別是什麼 它由一向很不濟 而去到草地 試集開始有走勢 你就要小心 因為它一跑回 比它草地更好的泥地 這次還要P2 即是帶回一個防山眼罩 它或者會突然走進來 這些大冷門 大家就不要太看小了 至於金樽一號 最近試集又真的變回好 老馬 休息一下 尤其是葉草行的倉 減夠分 很自然的一個動作 是甚麼 不停做功夫 又跳又成 結果試了兩個大閘 摩利 便走過來 會不會因為這樣摩利 又上次輸18個馬 可以立即變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而在第四選 我選擇了勇猛精靈 勇猛精靈這隻馬 在這場中 我自己覺得它不算太強 純粹是因為 它上次谷草十二檔 就被迫留太后 縮得太後 追上來 當然不夠炮子彈 誠心所願的擺前走三隻 所以這場 我覺得做到最快末段 其實也不錯 至於其他有否走勢 我一再見到 以前勇猛精靈這貨 泥閘輸給黃蝦王 不是好蝦女 是黃蝦王 黃蝦王是一把十幾分 好眼光都一把十幾分 勇猛精靈 它作為一隻五班馬 它當時已經是五班 三十幾分 你怎可以放近黃蝦王 所以之後它再出 你看到綠色的 鬼上身 我有貼到 但問題是 它又不放 結果給電訊飛彈 配增勝數 就是剛才我和大家說的那場 就贏了 現在馬去到霍宏星 已經剩下一百一十幾分 不用再像之前 你看到那場 一百幾分 中間又跑過 報名 找霍宏星報泥地 結果 沒有東西看 這些 它肯定是大冷盤 上次出都五十倍 今次 小心點 它有機會 一肯放 便能回來 因為它仍是四歲 進步空間 會比較大 也是不好 想想 這隻馬 試襲當時 那麼好 我們還是放回 它在比較前的位置 會比較穩陣 放到去 怎麼辦 轉回到黃色 將倍增勝數 在波仔選擇那隻 不好意思 將它 變成藍色 勇猛精靈 這隻馬 要記錄下 這種大冷盤 是很值得大家留意的 好了 先去廣告 回來 有三隻馬 是可以滑走的 包括後面 安保 超斑 和無名區 那些全部都可以 至於原因是什麼 回來 我們去廣告 再和大家 研究一下 為什麼這些馬 可以去抹脫 你想抹脫 都很簡單 在眼仔 按這個 交叉的眼就可以了 這隻全程路通 我見到市集是不開始很緊 但是它近跡真的太過惡劣 由黎凱榮轉蔡明紹 會不會有大幅進步 我想又未至於 好像剛剛菊草那個賽日 剛剛星期三昨天 將隻天池貴合 由黎凱榮轉蔡明紹 即刻一落班 就輸過幾馬位 給保險得得 那麼這隻 是不是又好像黎凱榮轉蔡明紹 即刻又會得 你又要問問 不是蘇惟賢 今次不是天池貴合 是要問問問文家良 因為天池貴合 到底它跑千八都準 而這種轉法 是強騎師有幫助的 但是大家如果留意統計資料 根本它從來生涯都沒有上過名 我想不得開 繼續不得的機會會比較大 而且它的馬 對手都不是特別強 除了萬事之光 那場濕泥比較強 但是星期日未必跑很濕泥 大家要留意天氣 至於華德那些馬 比如說這隻 毛遠東的 平榜完也減四分 我幾難相信 他突然減完四分 試過閘回來 就馬上變贏 近不出奇 但是贏 沒什麼可能 至於這批超班 也是 跌入四分區 都是屬於能力弱的類別 你看到中翼 試閘贏得很容易 贏水晶酒杯 但是你記住 中翼當時 都是一零幾磅的人 當然是容易贏試閘的 但是這次不是 而且這個是一千泥閘 這個真的跑千二米 而且班德要背重磅 一二五磅 相對同場的對手 他就難很多了 這些馬 所謂滑 他不是說不會走進來 他試閘好 肯定有機會 但問題就是 他贏 已經近乎不可能 至於安保這些馬 隔了百多天 會否忽然進步 不出奇 但是有很多馬 如果你這樣都要買 一場實在太多了 不得開的 通常都要至少近了 才有機會進步 蘇偉賢 潘明輝 和何宅堯 兩次都沒有試過 都是不行的 轉了倉 操練百多天之後 會不會突然間 立即生猛 然後贏馬 蘇兆輝都不要了 你自己想想 所以這些馬 我就沒有選擇了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馬迷早晨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待會再見 拜拜